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哭泣女人的诅咒 影片开场 在1673年的墨西哥 姚洛娜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在做游戏的时候 其中一孩子一睁眼 突然发现其他家庭职员全都不见了 这孩子正瞎学末的时候 突然看到他妈咪刚好把他兄弟给淹死 这孩子一看大事不好扭头就跑 姚洛娜一个剑步就把孩子的手腕给钻 日月如梭 时间很快来到1973年的洛杉矶 在儿童保护机构上班的吃瓜姐多年前丧老之后 带着一儿一女艰难的生活着 由于监管对象龙套舌的俩孩子最近几天没上学 吃瓜姐便带着一名警察前往龙套舌下探访 吃瓜姐一进屋就发现经常酗酒的龙套舌正在搞封建迷信活动 经过和龙套舌的交流 吃瓜姐得知龙套舌之所以这么紧张 是因为家里闹鬼 这个整天哭哭啼啼的女鬼正准备加害她的两个孩子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龙套舌把两个孩子锁在了柜子 吃瓜姐可是高级知识分 对于鬼啊神的玩意儿她向来都不信 她觉得龙套舌精神上肯定有问题 因此她不容分说打开柜子把俩孩子给带走了 随后吃瓜姐把两个孩子安排在了天主教福利院 对于胳膊上的灼伤 其中一孩子一口咬定是女鬼弄 而且从两个孩子的表情上来看都显得忧心忡忡 似乎是在埋怨吃瓜姐狗拿耗子净多晚些事 到了后半夜女鬼摸到了福利院 利用超能力把俩孩子带到河边干掉了 得到消息的吃瓜姐急忙开车来到了现场 龙套舌说都是你的错 本来我可以阻止她了 吃瓜姐说你要阻止谁啊 龙套舌说姚罗娜啊 龙套舌说的这个姚罗娜 也就是一直缠着她孩子的那个女鬼 吃瓜姐的儿子小郑泰的好奇心比较重 当她隔着铁丝网偷看的时候 突然听到旁边有个女人在哭 她刚走过去想看个热闹 突然就被姚罗娜钻住了手腕 并且还在小郑泰的手腕上 留下了她专用的logo 这些符号跟狗屁高要是 甭管谁家的孩子 自要是有了这些符号 就再也摆脱不了女鬼的纠缠了 转过天 吃瓜姐去参加龙套舌俩孩子葬礼 在葬礼的现场 吃瓜姐看到驱魔师忧郁叔 正在威胁人去歇 神父王大白说忧郁叔是个江湖术士 这种仪式称之为烟熏火燎 据说能清除长久积累于人体的负能量 吃瓜姐说你听说过姚罗娜这个名字吗 王大白一听这乙伯哥就算上一股良心 王大白说姚罗娜是个哭泣的女人 她活着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 是墨西哥最美丽的女人 后来跟一个有钱的牧场主结婚 婚后姚罗娜为老公生下了两个儿子 可好景不长 她老公很快就出轨跟别的女人撇了腿 姚罗娜脑子一热就把两个孩子给杀了 冷静下来之后感到非常的后悔 意识到冲动的确是魔鬼 于是也跳河自尽 姚罗娜死了之后 她的诅咒便开始在人间死去 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落 姚罗娜开始猎杀其他的孩子 由于恶名远扬 一些父母经常会用姚罗娜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说姚罗娜姚罗娜 歇狠手握辣实在太可怕 谁家孩子不听话就送给姚罗娜 转过天姚罗娜又把目标转向了小甜甜 她首先用超能力把小甜甜引诱到了游泳池边 然后在小甜甜的手握上 也留下了狗皮膏药一样符号 龙套神俩孩子的遇害警方已经定性为谋杀了 警察酱油哥是吃瓜姐老公的同事 自打吃瓜姐的老公死了之后 酱油哥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看 她这次来的目的 是希望吃瓜姐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到了后半夜姚罗娜开始出来折腾 她首先把吃瓜姐家的店给掐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黑灯下火中不仅吃瓜姐看不清 观众也看不清 姚罗娜折腾了一会儿觉得没啥意思 拍拍屁股走了 为了搞清楚姚罗娜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吃瓜姐来到拘留所看望了龙套神 龙套神说我孩子的死都是你造成 杀人偿命欠占还钱 这事咱俩没完 我已经祈求姚罗娜用你孩子的命换回我的孩子 时间越来越少了 你赶快给孩子们吃点好的 要说这姚罗娜真不是一般的鬼 居然大白天也敢出来 小正太一声尖叫 当时就被摔的猫泡 医生在替小正太检查的时候 发现孩子的胳膊上有灼烧的痕迹 于是亲口报了警 警察酱油哥带着儿童保护机构的龙套妹来到吃瓜姐家兄弟 可问了半天 俩孩子也说不清 到了晚上 姚罗娜终于开始对俩孩子下手了 幸亏吃瓜姐及时赶到 小天天才捡了一条命 姚罗娜觉得这吃瓜姐太讨厌了 总在关键时候坏自己的好事 于是在吃瓜姐胳膊上也留下了自己的符号 吃瓜姐意识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于是便带着俩孩子跑到了王大白的教堂 王大白说以前我也不信 可几年前我遭遇了职业杀手安大贝尔之后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 总会有你想不到 吃瓜姐希望王大白能为她和她的孩子驱魔 王大白说驱魔这种事 必须得到教会的批准才进 那帮老官僚办事效率极低 申请批上去 估计得有一个多月才能批下来 以你目前的情况等不到那时候 我建议你去找驱魔师忧郁叔 这哥们以前也是个神 什么祥瑶扶摸小烧烤 驱鬼逼街修电脑就没有他搞不了 转过天 忧郁叔带着全套的装备来到了吃瓜姐家 为了检测这屋子受污染的程度 忧郁叔用鸡蛋做了个实验 把吃瓜姐吓得是花质乱产 接下来忧郁叔开始做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吃瓜姐说大哥 你看上去有点心虚 忧郁叔说一会儿我一旦装了鞋 你赶快去静静静静静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摇罗娜突然就把电给掐断 然后叫单天一粒混元器 就开始使用超能力 把屋里这几位全都下屁 要说还得是忧郁叔 关键时刻既不干颤又做坏不乱 利用阴谋诡计很快就把摇罗娜引了出去 然后用自然辣椒面在屋子门口设置了一道房线 正所谓鸳鸳相保何时了 就差一顿小烧烤 可不怕强对手就怕助队友 小甜甜为了拿回自己的娃娃 一不留神就把房线给弄断了 摇罗娜也没客气 一个黑虎掏心就把小甜甜也揍晕了 由于摇罗娜杀小孩都是采用淹死的手段 痴瓜姐急忙跑到游泳池边一看 小甜甜的娃娃果然在水里 接下来是痴瓜姐和摇罗娜在水里的一场肉不在 忧郁叔在水里加了点佐料之后 摇罗娜受不了仨子跑 小甜甜虽然被救上来了 但灵魂已经被摇罗娜给控制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忧郁叔和痴瓜姐把俩孩子锁在了衣柜里 可过了没多久 这龙套神突然不幸自来 这娘们来的慕女是想祝姚罗娜一臂之力 然后要回自己的孩子 可此时的姚罗娜不仅不讲成性 而且已经六亲不认 收拾完龙套时又把痴瓜姐也关了起来 把屋里折腾的是鸡飞狗跳大哭小笑 小正泰和小甜甜一看大吃不好 急忙躲在了阁楼上 姚罗娜来到阁楼 小正泰把一串巷链举在了她的面前 这串巷链是姚罗娜之前来胡闹的时候 被痴瓜姐也拽掉 对姚罗娜来说 这一串巷链的意义非凡的 是她的儿子亲自送给她的礼物 影片的最后 龙套是良心发现把痴瓜姐从壁柜里放了出来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痴瓜姐和忧郁叔联手用果木做的十字架把妖龙大给炸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人押心 遇见鬼怪不要跑 请她来一段小烧口 腰子板筋可劲不误 保证她好捏啊